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嗨 my dear frie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esson for our language today 好 各位同学 再次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口语课程 今天呢咱们还是要探讨3 idioms 三个短语 还有一个什么呀 说英文的技巧 叫做什么呀 弱读之处确实重点 我们知道有些句子呢 有些词是被弱读的 但是恰恰这个弱读的地方呢 他的声音往往处理得非常的模糊 我们有些时候听不清 然后呢也说不顺他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反复的去练 读起来的时候确实是弱了 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练习的重心之一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呢 就开始讲今天的第一个短语了 怎么说的呢 叫做belly up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英文的解释呢 hopeless ruined or defeated hopeless ruined 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被人打倒了啊 或者说是这个 ruin 就把它这个毁坏掉了 belly up 中文的意思叫做破产的 失败的 哎 好了各位 为什么belly up是这个意思啊 belly是什么意思啊 belly就是肚子 肚子朝上是什么意思啊 各位你想想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钓鱼的经历 你到那个鱼 这个河边一看啊 那个凡是肚子朝上 挑在河上面的那个鱼 基本上都是死鱼 好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健闻线鬼 这个啊 就是呃 街头这种流浪狗之间的 这个打架啊 一般来说打败的一方会怎么办 主动的往地上一躺 露出自己的柔软的下腹部 哎 这个是什么呀 哎 就是你的这个weak point 就是你的弱点啊 把你的弱点主动暴露给敌人 这表示什么呀 哎 对 投降 啊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belly up 后来隐身指破产的 失败的意思 好 来 咱们看一个句子啊 咱们看这句话之中 哪个词是被弱读的呢 啊 是这么说的 the whole project is belly up the whole project is belly up 有没有听到is is 这么清晰的一个is 有没有听到 没有 对不对 这个is怎么办呢 是被弱读的 如果非得看它的音标的话 它是is is 但是放在一块 the whole project is belly up the whole project is belly up 它是这样的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is能被说成 这么这个微弱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 因为它叫做啊 结构词 什么叫做结构词 它本身啊 这个语意上的含义 主要承担语法的作用 对吧 前边是什么 主语 后边是表语 哎 对了 主语和表语之间 需要有一个啊 有动词的形式 并且呢 能够联系起来 主语和表语之间的 这两种成分的这样的一种 啊 这个这个中间的这种状态 啊 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is 那么is 没有任何词应 好了 啊 它的存在只是为了维持这个句子的完整 好 那么所以说弱读嘛 the whole project is belly up the whole project is belly up 哎 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整个项目都完蛋了 啊 破产了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the business went belly up after only six months in operation 好 那么这个句子里边哪一个词 被这个弱读的 读了呢 咱们来听一下哈 the business went belly up after only six months in operation 哎 对了 一个the 一个in 对不对 哎 这两个词都是被弱读的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 都是语法词 本身没有语义上的信息 是吧 the business went belly up after only six months in operation 啊 这两个词都是这样的 啊 那么 与其这个地方的in 它的弱读形式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呢 是months in months in operation months in operation 连读起来了 对不对 你看连读的过程之中 i给了前面 and给了后边 months in operation 哎 等于说就像这个词消解到了整个句子之中一样 所以说嘛 它的弱读呢 稍微还复杂了一点 好 接下来啊 咱们来看一下啊 表示失败啊 或者说是投降的几种啊 不同的方式 一个叫做什么 bite the dust 啊 就打败了 阵亡了 你看bite the dust 很有意思啊 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网络语言 说什么呢 说这个月啊 太穷了啊 只能吃土了 哎 那么bite the dust 咬这个啊 臣土 啊 是吧 但是其实吃土呢 你看翻译成经文不就是bite the dust吗 对吧 但是他的什么意思呢 表示阵亡的意思 啊 这个牺牲的意思 你比如说 这个短语是流行于美国这个南北战争期间的啊 就是说是士兵倒下去之后 呃 那么身体就最后会被埋在泥土里 对吧 啊 那么这时候呢 就用这种咬土啊 去吃土 去代表啊 这个士兵阵亡 好 下边一个go west 什么意思啊 你看消失 那这一听也不是什么啊 好词 那么go west 消失是什么 到西方去go west啊 这样 还有一个under ropes under ropes 就是rope是什么意思 绳子的意思 哎 这就表示濒临失败 为什么这个表示濒临失败呢 在绳子上 大家看拳击比赛的时候 拳台是不是四四三方的 哎 周围用那种带弹性的绳子呢 给它圈起来的 那么好了 这人一被打败了 啊 一下往后一倒 就靠在绳子上 under ropes 就表示这个很形象 是吧 好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今天 我们要学的第二个章语 this is the second idiom we are about to learn today band one's ear band one's ear band什么意思啊 注意不念band 像是半脑的半 那可不是这样啊 叫band one's ear one's ear 就是某人的耳朵 对吧 比如说他在跟他说话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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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这么多 说的都是些闲闲碎语 都是些废话 啊 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哎呀 我真不想听 我都听累了 我的耳朵都弯过来了 band one's ear 这样的 好 所以说呢 他叫喋喋不休 那么咱们来看例句 he bent my ear for two hours he bent my ear for two hours 他把我的耳朵弄弯了 有两个小时了 band 然后还有一个 Thomas over there banding Jan's ear about something Tom就在那边 Tom is over there 他在那干嘛呢 你看一个逗号 后面用分词短语 去表示他的动作 啊 那么 呃 动词呢 在英文的句子里面呢 不一定光是做味语 你要想 表达好几个动作 啊 可以用这种分词结构 啊 主句后边一个逗号 然后后边是 banding Jan's ear about something 啊 就是说他在那 跟Jan正在交错接耳 喋喋不休的 说了什么事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说一说 和band相关的一些端语 还有什么啊 band the elbow band the elbow 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elbow 就是你的胳膊肘 给弄弯 弄弯你的胳膊肘 什么意思啊 喝酒 而且是酗酒的意思 为什么啊 因为你看 拿起杯子来的时候 桌子上有杯子 拿起来之后啊 干 一干不要紧 胳膊怎么办 马上就弯了 弯的胳膊时候 你才能把酒喝得下去 对不对 啊 所以说用这个动作 只带喝酒 啊 好 接下来 band the law band the law 把法律弄弯 表示钻法律的空子 around the bend around the bend 什么意思啊 急的团团转啊 总是在 这个这个 拐角的地方 拐弯的地方 来回走来走去 好了 急的团团转 好 那么咱们来看下一个段语 cat got your tongue cat got your tongue 呃 猫 大家都知道猫是什么呀 啊 是cat 是吧 啊 就是猫抓住了你的舌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无言以对 啊 这个莫不作声 说不说话来 这是什么呀 这个猫可不是这种猫哈 它指什么呢 呃 有一种鞭子啊 对犯人实施鞭型的一种皮鞭 这种皮鞭呢 一共有九条 然后上面可能有一个手柄 然后拿着这个 每一个的这个鞭子的末端呢 总有一个像猫爪子一样的东西 啊 要么是一个铁钉 要么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这个 那你说这个东西抽在身上能不疼吗 很疼 鞭条很细 非常细 跟铁丝似的 好了 用这个叫什么 这叫猫爪边 啊 然后用那个 用这个东西 这个cat是指这种形句 啊 然后 啪啪啪啪抽了一百遍之后 你说这人还能说得出来话吗 说不出来了 对不对 seems like cat got your tongue 啊 就看起来就像是猫抓住你的舌头一样 猫爪边抓住你的舌头一样 是吧 啊 表示说不出话来 好 咱们来看例句啊 什么叫 don't be shy 什么意思 就别害羞 or cat got your tongue 啊 难说是 你这么一句话 还不说 啊 不 不是害羞的话 难道是这个这个 cat got your tongue 啊 是吧 是猫抓住你的舌头了吗 然后 why aren't you answering me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 has the cat got your tongue 啊 这个猫抓住你的舌头了吗 啊 你都不回答我的问题 是吧 哎 好了 各位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呢 这个问题 今天的咱们的端语也说的差不多了 在这儿呢 留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句话之中 你能不能找出来弱度的词汇 啊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口语练习的社群之中来 那么我在群里会带着大家一起的去深度练习这两个句子 那么我们的入群方式呢 就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客服助教的微信 由他来确定到你入群 那么咱们今天呢 总结一下是哪些呢 一个是belly up 啊 表示说是 某人失败 变变不休 就是你不说话 莫不作声 好 各位 那么咱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